这车实在是太吵了 意想特别多 都是不知道在哪儿在想 开起来叮咆哗浪的 降价确实降得非常狠 韭菜搁得特别厉害 电动后尾箱门容易升不起来 高性能版肯定不会推荐 单论Model 3我也不是特别推荐 我有朋友买的Model Y 在去年高点买了之后降了好几万 听到我学压都高了 你怎么看 确实让人有点心疼 当初选择新能源的话 其实是因为一直没有摇到油盘 大概的预算当时三四十万 对比的几款都是有双电机的 吸引我最大的一点 就是它的加速和操控 也是同级别里头 加速和运动性能最好的 当时购车3P的价格倒还是比较稳定 33万9千9 买了之后涨过一次价 今年又降了一次价 我这个车主要是首先自己拿来通勤 四五十公里 周末的话可能会跑一二百公里去山里头 我充电基本都是在第三方的充电桩 从20%充到80% 四五十分钟就够了 可能一周会充一到两次电吧 官方续航应该是600多 表显的是490多 冬天的续航三百公里 到夏天的话三百七八吧 大概也就是可能一年的话换一次空调滤芯 可能两年还是三年检查一下这个刹车制动液 满意的地方的话 首先这个加速的红等价位的佼佼者 方向盘给的这个反馈 它整体悬挂的调校和它加速匹配的非常好 第二点的话 开了一年下来 我可能比油车便宜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么一个 第三点的话 改装以及美容相关的案例会非常多 已经非常成熟了 不满意的点的话 首当其中的应该是这个舒适性 这车实在是太吵了 第二点的话 意想特别多 都是不知道在哪儿在想 开起来叮叮叮叮叮叮的 确实让人有点心疼 我这款3P可能韭菜搁的不是特别厉害 我有朋友买的Model Y 在去年糕点买的之后 猛了一下降了好几万 电动的后卫箱门容易升不起来 这些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高性能版我是肯定不会推荐的 因为它多出来的地方 日常使用来说基本没有影响 单论这个Model 3这一大类的话 我也不是特别推荐 来打分的话 80分 对我个人而言还是稍微有点大 我可能会更想要一台更紧凑 两个门的这种小车